文莊합니다 各位同學 我們今天邀請到 相信很多人在網路上 讀過林老師的文章 不過今天先單介紹一下林老師 林老師是中原大學建築系畢業 台大城鄉所畢業 後來他也從事了 許多文化資產保護的工作 保護研究跟調查的工作 那最受歡迎的兩本書 大概是第一本跟第二本的《紙上明之村》 林老師她是走訪很多這個老建築 然後也寫很多關於建築的文章在網路上 所以我是先讀過她的文章 今天第一次見到林老師 在我想像中她就是一個 可能是年紀有點大 然後見證過一些建築物曾經存在 然後又消失的這樣子的人 今天見到林老師才發現 原來是一個有老靈魂的年輕人 後來又讀了她的一些書 發現她對漫畫也很有研究 讀了很多也談了很多 現在她是國立台灣博物館的規劃師 在從事鐵道博物館的規劃 我們等一下希望老師有機會 可以跟我們談一談這個正在誕生當中的 這個規劃的園區 那我就把麥克風交給林老師 各位老師 各位同學 大家午安 非常榮幸能夠來到歸校 就是分享一些關於台灣的文化資產 那主要我會用圖片就是照片 以及剛才就是有提到說 我長期有跟一位畫家鄭培哲老師有合作 有許多已經沒有辦法在現場看到空間 沒有辦法看到那個物質的建築物 她把它用畫筆記錄下來 所以我會串插一些她的作品 那我的習慣是到每一個地方會先介紹 或者說分享 不敢說介紹 就是分享一些在這個地方的一些文化資產 然後大家可以就進去欣賞這樣 那先簡單的做介紹 我現在服務的管設是 文化部底下的國家鐵道博物館籌備處 那名稱廠 簡單來說它就是以前台鐵在台灣 有許多修理車輛的廠區 那比較大的幾個廠房呢 就是北部的在台北 南部的在高雄和鳳山 之後會搬到潮州 然後東部的在華連 這三個是最大型的 那在台北的2015年 被指定成古定古蹟保存下來 那將來就是台鐵修車輛的機 已經搬到桃園 就是到陽梅富岡 那留下來的舊的廠區呢 就會變成是一個活的鐵道博物館 我們一直強調這活的 是因為它裡面有軌道 然後裡面還有車輛 那廠房的許多機械都還可以運作 所以當各位來參觀的時候 是可以看到火車在博物館裡面跑 這個是在台灣之前還沒有嘗試過的一個 一個正在進行中的計畫 簡單的跟大家報告 那我現在放的第一張圖片呢 也跟鐵道有關係 就是在戰後初期 美軍拍下來經過空襲破壞之後的新竹車載 新竹車載雖然說它歷經了非常殘破的時期 但是相當的幸運 就是在這樣的狀態之下呢 又一直持續地被修復 然後變成我們現在仍然在使用的一個 同時具有國定古蹟的身份 那同時它也是一個現役中的車載 這個在台灣算是相當難得的 因為在西部城市幾個大的車站 包括像台中 台南 那他們將來呢 雖然是因為有古蹟的身份會被保存 但是隨著鐵路的高架化 或者是地下化 那個車站它就變成有點像是一個博物館 那新竹它就是相當的珍貴 就是車站本身還在使用的狀態 那如果各位平常在不同的角度去看這個車站的話 可能會去注意到它的屋頂跟照片裡面 其實是有一點點不一樣的 因為受過了戰爭的迫擊 我們看到它的屋價 它的屋價其實不是很明顯 但是請各位看一下它在構圖的均衡性上面 它兩邊並不是對稱的 比較靠近畫面的鏡頭的前方 就是它的屋頂有一個階梯狀的 有點下凹之後再繼續往旁邊延伸 但另外一邊沒有 為什麼當時要設計成這個樣子 在建築世界眾所紛紛 沒有一個就是大家能夠說服對方的答案 永遠是考量到跟都市計畫 甚至跟銀溪門的關係 就是東門城 總之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案例 但是它其實被保存到現在還在使用 也不是很偶然的 它也曾經經歷過神政府的時期要把它拆除 所以在90年代就串聯了一個 全台灣的老火車站保存的運動 我們看到這張90年代的照片 它兩邊已經變成對稱了 所以它其實戰後的修復 並沒有去延續它 原本日本時代的構想 就是不對稱的設計 它的兩邊的肩膀現在長得是一樣的 當時他們在還沒有網路的時候 全台灣的鐵道迷 建築文化資產的愛好者 非常有行動力的 就是用電話串聯 然後在媒體在報紙上面 就是刊登請大家連署 然後去注意他們要跟台鐵包一輛 就是保存列車 從基隆一路開到高雄 然後沿線的城市 請專家學者 魂石導彈的老師上車去 講說為什麼要保留這些老火車站 然後在車站前面 就會有一個大家去簽名連署的活動 這是當年的新竹火車站在辦活動的時候 然後也會請一些民意代表 包括像當時 照片有點逆光看不太清楚 中間那位是柯建民 就是他年輕的時候也有參與這個保存活動 然後也會請一些表演團體 就是為了要讓旅客停留下來注意到這個活動 所以就是會有一些活動 讓記者拍照的時候 版面比較具有故事性 那台鐵的美學其實歷經了這麼多年的轉化 也有一些調整 包括我們看到在90年代的時候 它的前面有非常大的電子燈箱 還有它的屋頂上面 就是雖然這個車站長得就非常具有車站的特色 它還是會去放壓克力的燈箱 寫說新竹車站 這是台鐵的一種習慣 就是它覺得說 還是要就是要把字給寫出來這樣子 但後來就會認為說要 把它原本的設計的美感跟外貌給露出來 這是當時1994年代中國時報的報導 那車站後來保留下來了 其實在新竹的後站 曾經也是有一個扇形車庫 以前台灣有非常多的地方都有扇形車庫 那它如果各位有看過湯瑪四小火車的話 就是簡單來說這就是火車的家 他們晚上如果要保養 然後要各種檢疫的整修維修的話 就會一個一個回到它的它的窩裡面去 那因為火車是要靠鐵路來調度它的方向 所以中間就會有一個大轉盤 然後去幫它調整 就是進到哪一個車庫裡面去 現在全台灣還僅存的扇形車庫在彰化 那其他的就是後來陸陸續續進入電氣化的時代 就因為不需要這種蒸氣車頭的調度方向 就把它慢慢的拆掉 但是新竹的扇庫請各位有機會的話 鑽到竹簾後方的小巷子裡 看看有沒有辦法看到 它的轉盤還在 就是它車庫本人已經不在了 但是當時去轉那個車輛的那個盤子 目前還是有台鐵的積物段在保養當中 還在使用 在東門的附近以前有一個商工獎勵館 它有一點像是現在的商展或是會展中心 以前日本時代把城牆慢慢的拆除 然後城門也都有拆除 但是因為東門直接靠近火車站 然後他們在多次計畫的安排 把它變成有點像歐洲城市的那種 放射狀道路的圓環 那在圓環的周邊就會有許多近代化的 日本時代的各種文教設施政府的機構 然後就散落在圓環的周邊 那現在這個案已經變成一個非常高聳的劍案 就是從火車站一出來就可以看到了 一個摩天大樓的集合住宅 這個就是曾梅哲老師的作品 就是這種已經不在的 那它就會按照老照片 然後去回想或者是去比對它曾經可能的色彩 因為老照片大多是黑白的 那我們看到右上角有一張日本時代的 那種彩繪的明信片 那個是照相館幫忙著色的 它是一個介於攝影跟繪畫之間的一種印刷品 因為當時會把這些在台灣的建設 印刷成繪葉書就明信片 然後就是寄送到日本 或是寄送到其他地方的時候 然後一方面也是對於建設台灣的殖民地政府的一個宣傳 但是這個顏色可以參考 就是請大家不一定要完全的相信 有的時候照相館會塗他們喜歡的顏色 它並不一定能夠作為古蹟當時 一定就是長這個樣子的 就是一個絕對的一個判別的標準 那這是以前有點像是職業學校的學生 日本時代的學生拍照都很有姿態的 而且不同的學生 高等學校的學生 第五大學的學生 各自會有自己照拍的姿勢 就是我們現在的學生拍照都很可愛 就會耶 或者是比個讚 大家一排一排站著 他們知道要拍這樣一張照片不太容易 腳架就是架好之後 攝影師有各種口話跟指令 但他們都會去表現出他們的氣質 不管是那個衣服看起來還是隨性的 其實都是經過安排 當時要拍一張照不容易 那這也算是有點學校的宣傳照 左邊一張彩色的照片是 有一位後來在台灣算是蠻有名的外國人 紀錄鐵道界攝影的前輩叫安友仁先生 那他小時候因為父親是在新竹這一帶傳教 然後他就跟著在新竹這邊長大 留下了一些比較少見的戰後初期的彩色照片 那這張雖然說他拍的是銀溪門 但是在銀溪門的右邊的樹叢 裡面就是剛才那棟上宮獎勵館 上宮獎勵館在全台灣的各個州級的行政局的城市都有一座 然後幾乎全部都拆掉 只有一些比較刺激的像駿基的一些在南投 還有一間留在公園裡面 那右邊的這張銀溪片呢也是很有意思的構圖 就是拍照的時候為了放主題是上宮獎勵館 但是他在上面露出了一小角 就是銀溪門的城門讓他知道空間的相對位置和關係 這個是新竹的東門市場 日本時代在台灣的各個城市最早興建的幾種機能的建築物 包括像是醫院市場其實都是考量衛生 就是他們當時有一些細菌學還有一些衛生健康的考量 開始要做像下水道這種基礎設施 他們認為在傳統漢人社會的市集買賣 並沒有做物流還有動線的控管 那常常會造成一些感染或者是廢棄物的處理問題等等 所以他們每到一個地方做都市計畫 最開始蓋的幾個早期的公共建築市場就會是其中之一 而且當時是用磚造 紅磚去興建 讓它看起來比較像是一個永久的建築物 永久的建築物這件事情 對於漢人以往的市集的習慣是不太一樣的 之前的市集不管是會出現在港口前面的一個廣場 或者是在廟城 它都是一個比較流動性的 就是挑著貨物單來賣 賣完之後對於那個空間並沒有一個公共管理 所以東西就是會流在地上各種污水 或者是各式各樣的廢棄物等等 那這種專造的市場它對於一個新領地 台灣作為日本的新的殖民地的人民來說 它是一個比較永久性的象徵 它告訴你說市場它一直都會在這裡 然後裡面的攤位都是固定的 你如果要來使用這邊的攤位的話 你要先繳押金 等於是管理費 然後如果你要退租的話 也是要恢復到原狀 所以像這樣的建築物 在大城市比較指標性的蓋出來之後 然後在次級的接莊 就是比較次級的行政區 就再慢慢的去模仿 所以現在回頭去看這些市場都會覺得有點太漂亮了 就是市場有點像現在的美術館的感覺 或者甚至是那種博物館的等級 上面這張是東門市場 下面這張是在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 一個非常有名的巴爾巴陸府邸 就是那種貴族的豪宅 我可以在一些日本的建築師 他們想要試圖傳達的一些符號的訊息裡面 看到總督府的企圖性 就是他為了要讓台灣人知道說 上市場從此以後會是一種不一樣的行為的改變 所以在建築物的各種羽繪相當的精調細琢 如果對於西洋建築師略有興趣的朋友 就會看到它包括像是山牆 在半圓形兩邊的三角形 去把它夾擠出來的這樣的一個造型 都是來自文藝復興 或者是在更後期的巴洛克建築的一些延續 當時會設計出這些日本時代公共建築的 也都是在日本受過專業的學院 在東京帝國大學 就是受到那種專業建築教育的建築祭師 派出到各個地方政府去規劃跟設計 左邊這張是東門市場的一個側門的入口 右邊這張是威尼斯的一個教堂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西洋建築師在明治時代對於西方文化的學習 是非常的全面性的滲透 他們的老師就是預僱的外國人 就是政府請來的外國人 然後他們使用的教材 就跟這些歐洲的學生 不管在巴黎在柏林他們使用的上課的建築師 他們學習的經典是一樣的 所以他們會生產出來的空間 在建築的形態或者是一些風格和形式上面 就會去跟西方的建築師有一個接軌 這是在明信片上面寫字 主角還是在看建築物 市場一開始其實中間是沒有塔樓的 我們剛剛看到的照片 它中間的那一棟上面是沒有像火車站那樣的鐘塔 但是到了後來又加上了一個根據 那種視覺的標的物的那樣子的一個很漂亮的塔樓 那個塔樓通常都沒有室內的實用的功能 它的出現的目的就是為了要讓人家在大老遠就看到它 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象徵 塔樓做好之後的中門市場 那這個是後來改建成這種集合住宅的形式 就把早期的那種歷史主義樣式給拆除了 那我們現在看起來當然相對可惜 原本是一個比較那種古典風格的 但是也可以想像戰後的人口增加 然後許多的機能需要更多的 比方說車道它就需要更寬的進出的動線 然後它可能在市場旁邊就安排住宅的話 對於市場的經營更加的便利 那我們現在走到東門市場看起來 也不像是當時的這個規劃圖了 這也是現代主義在台灣出現之後的一個特色 就是建築物會隨著使用者的習慣跟需求 去長成很有機的形狀 加一個鐵窗、陽台外推 或者是有招牌、冷氣等等的 就也並不像是建築師一開始 從那個時候現代主義其實也是一個來自歐洲 來自美國的這種西洋的建築形式跟風格 但是它後來就會慢慢的長成台灣的形狀 或是它到了日本、它到了東南亞 都會去發展成一種 因為它是一個比較好去被添加 使用者想要在上面加什麼東西的形式 新竹醫院 除了市場之外 到日本時代結束有13家公立醫院 也都是由總督府的就是 峽下的組織在運作 就是有點像現在的衛福部也有一些支屬的醫院 那它就會有比較好的醫療設備跟條件 那也代表的是在那個地方的醫學研究 它並不一定只有治療的功能 那新竹醫院相當的可惜 因為它這是一個在昭和時期有重建的 所以並不是這麼的老舊 到了八九零年代 在討論它要不要保存的時候 其實它的狀況應該相較 還算是相當好的一個方式 它已經不像是東門市場那種 明治到大正時期非常崇尚西洋歷史主義 那種塔樓或者是一些比較裝飾性的表現 進入裝河之後 雖然還沒有完全的變成現代主義 但是已經受到了現代性建築的影響 開始有一些比較簡單的線條的表現 然後裝飾性的那種象徵性的物件會越來越少 仍然是非常的典雅 那戰後是神力醫院 就是在新竹的院區 持續使用到九零年代 我在書上看過一個故事 聽說當時是童勝南市長 就是有認為要保留 然後他去出國考察回來就已經拆掉了 就是可能沒有交接好還是怎樣 現在就是大圆白的位置 它曾經是一個面積非常大的院區 那這個是台灣的商工銀行 商工銀行對台灣的農民來說非常重要 大家好 現在的行政院長蘇貞昌他的祖父 就是當時商工銀行的一個發起人之一 那他們主要的業務往來借貸的對象 就是台灣的農民 最近大家不是在聽鳳梨嗎 其實從日本時代開始 就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出口 就是台灣的水果 那包含像是香蕉 或者是鳳梨的加工製品變成罐頭 那這些這些企業 這些士神 就是台灣商工銀行 他們當時為什麼成立在屏東 他是一個就是專門對這些農民的業務 後來又把他的總部搬到台北 然後在各個地方都設有支店 那他的位置其實是在新竹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核心的地方 就是在城隍廟的旁邊 他採用的是一種比較法國式的風格 那那個法國在哪裡呢 跟剛才的東門市場的紅磚 我們會說比較偏英國的風格 他是一個看起來像是用石頭 打造外觀的外牆的表情 但其實台灣並沒有這麼豐沛的 裝飾用的食材 所以像這樣子長得有點像歐洲的 歐陸的石頭的房子 大部分是用洗石子 他可能只會在少量的地方 包括像基座或是門窗的開口 會局部的運用真正的石頭 大部分的裡面可能還是木板 甚至是或者是磚牆 但是在外面用這些洗石子 洗石子還可以加進不同的顏色 做一些色彩的區隔 然後讓它看起來像是用石頭疊氣的房子 那這就比較是相較於英國 會把紅磚外露在外面 這比較歐陸風格的 跟德國或義大利有什麼不一樣 法國人非常流行做這種很高聳的屋頂 屋頂是複澤式的 所謂複澤式就是它的屋架的斜面 有兩個不一樣的角度 上面是比較緩斜 然後再來是接一個比較陡的面 那個比較陡的斜面就會融入立面 讓建築的整個 雖然只有兩層樓 看起來有三層樓高 更加的高聳這樣的感覺 這種屋頂是法國的建築師發明的 我們叫它馬薩斯屋頂 在戰後有很多歷史照片 就是跟廟會啊 或者是一些宗教相關的活動 從城隍廟旁邊經過的時候 就會看到拍到旁邊的商工銀行 那商工銀行後來是由第一銀行 現在第一商業銀行承接 所以後來就是在原地改建 那現在的標準來看 其實這也算是一個還不錯的 現在主義建築乾乾淨淨的 然後因為整棟都是同一個產權物業主 就不太會有些奇怪的爭建這樣 頂多就是招牌可以再調整一下 可是如果從現在的文化資產保存的觀念 如果真的它覺得兩層樓不夠了 然後第一銀行想要蓋成這樣子 五層樓的房子 或許在當代採用的手法是 會保存那個舊的立面 就是只把它漂亮的那張臉給留下來 但是背後是如果真的需要 在這邊有這麼多樓地板的話 可能就是會在背後往外 再繼續往上蓋 那有一些建築並不是官方的 可是因為在都市計畫的時候 它會是常常被看到的一個轉角的路口 或是一個重要的節點 所以也會去符合時代的風格 還有屋主自己做一些跟隨時代的一些流行的裝飾 這是一家叫做日美堂 跑學行就是賣鞋子的 它也在城隍廟的對面 這房子不曉得 來現在在做 就是來教大念書的同學可能都很年輕 如果是這一兩年才進來的 大概就沒有看過 但可能老師就是在新竹的時間比較長一點 然後只要超過五年的話 可能會有印象 城隍廟對面有一棟這個房子 那因為它的位置實在太好了 就是在一個路口 所以屋主常常就是出租它的轉角作為廣告看板 掛布就是掛在牆壁上 其實它原本的立面相當漂亮 那像這樣子被招牌或者是廣告 阻擋久了之後 其實一般的市民感受不到那個建築家當時 當時非常努力的雕塑的外觀 那當屋主他拆掉的時候 看到通常就是很順暢的就 有一天突然就拆掉了 這是從後面的地方看 可以看到它的一些窗戶的做法 相當的細緻 那外場也都是用洗濕字 然後在上面有分割線去模仿碟氣的這種效果 其實私有產權的保存在台灣一直是一個 其實現在還在進行中的 並沒有一個各方都滿意的完美的解答 那其實只能就是盡可能的多做點紀錄 然後讓這些可能在時代存留到 像說這個是2016年 讓2016之後的人 如果還能夠認識這個房子的話 在房子裡面發生的故事 它會有一些載體被流傳下去 我們常常會覺得說建築物應該就是 蓋在地表上之後 可能就會留存滿長的時間 雖然不至於一定是千求萬事 但是都覺得它應該是滿堅固的 不管是石頭做的、磚頭做的、木頭做的 它應該會比人的壽命還要長一點 其實也未必 尤其是台灣這種相較地下人籌的城市環境 獨自開發的壓力很大 而且我們相當地尊重 是有產權者的意志 不太會用國家的強制力 即便是有文字法等等工具 就是可能還是會尊重 產權人如果覺得它需要做開發或需要做改建的話 那你就只能盡力地去記錄這樣子 所以我常常會覺得能夠出生到這個世界上的這幾十年之間 跟這些建築物認識 算是一種緣分 就是這個建築物它被蓋出來 它有可能也是幾十年就被拆掉了 有可能稍微久一點 可能上百年吧 但是它或許也是百年之後 搞不好碰到我的時候已經是它已經上百年了 然後過不久就要被拆掉 所以能夠跟他們短暫的交會 都覺得算是一個值得珍惜的緣分 能夠幫他們多記錄一點故事的話 就是感覺還自我滿足 自我感覺還滿良好的這樣子 這支現況好像也沒有變成 可能是容積的關係 沒有變成一個大樓 就覺得那往上加蓋不就好 有點可惜 它本來就兩層樓了 它現在變成四層樓了 相當幸運的新竹工會堂 這個是因為這樣後作為社交官 在後來變成美學中心 就一直有在被使用的狀態 那不但被保存下來 而且最近幾年呢 台灣對於文化資產的保存的態度 不只是留下來 甚至還會去討論要不要讓它 恢復到最完整的時期 所以它現在正在整修 然後諸位拭目以待 說不定在你們畢業之前就可以看到它 就是重現風華 就可以看到它原本 這是最近考證出來的 本來不曉得它的設計者 最近才知道它是深山松之族的作品 算是在台灣日本時代相當有名的一個 官方的建築技師 那這個工會堂也有一點特別 我們一般來說看到這種古典的 歷史主義的工部門的建築物 它的主入口一定是在中軸線上 可是我們仔細看一下它的中間是窗戶 它是從兩邊進去的 這個是在其他的工會堂也很少看到這樣的案例 相當特別 不太知道它當時的用意 不過可以想像它進去之後 一個大概前廊後面就是表演空間 就是把這個建築物內部的機能反映在外面的形式 那它還有一個特色 就是三角形的屋頂在面對正面的地方 有一個切角 這種有點像中世紀的歐洲男生的服裝 就是背心 背心好像在肩膀這個地方切下去 所以被切角背心頂的這種建築形態 就是正在做上洞時 有點像是台灣人蓋房子會有 或是道教的那種民間儀式也會有上樑 那日本的神道儀式也有 就是在最主要的那個樑上面會請神社的人 然後來做一些儀式之後呢 把它有一塊像是身份證的東西叫洞雜 然後還有壁串 就是守護這個房子 還有它的一些建造的訊息 起造的單位啊 造架建築師工匠的誰 就是會把它盯到那個樑的上面 蓋好了 這個就是明信片 就是會把這種官方的建設 變成是可以讓民眾寄到各處去 下面就會講說這是在哪裡 後面相當的長 而且這個建築物歷經多次的增建 想必跟新竹的人口成長或許有點關係 就是他們需要更大的機會空間 然後在那張漂亮的立面的後面呢 繼續往後面蓋 然後就延續著拱圈的語繪 就會越蓋越長 那在裡面曾經舉辦過非常多 在歷史影像上面 包括像這是一個蠻有趣的比賽 這個是帽襲同業組合 就是帽子跟草襲 大家都知道在大甲子很有名 變那種草襲的產業 可是其實在苗栗也有 就是以前的新竹跟台中洲 就是都有這樣子的同業工會 他們就會去舉辦這種比賽 就是看起來比較快這樣子 發生在工會堂裡面的一些活動 那各種工商的會議 或者是一些商會 協會他們也是會在這邊聚會之後 在旁邊合影留下來拍照 像這些老照片都是古蹟修復的建築師 在判斷哪一些部分要修復成什麼樣子 相當重要的線索 因為日本時代這些建築物 未必都有留下來施工圖 絕大多數都是最好的狀況 是能夠找到設計圖已經不錯了 但是就是沒有這麼細緻的施工圖 所以就是需要靠許多的老照片 來判斷它原本的樣貌 然後跟文治委員多方的討論 然後最後選擇一個要修復回去的狀態 那這個事情 因為就是推斷它應該在戰爭的時候 也有受到空襲的破壞 所以後來的屋頂 採用比較簡單的方式 並沒有把切腳背心頂給做回來 它是一個三角形的扇牆 但它仍然有一些 深山松枝露當年運用的那種白色的條紋 作為裝飾的那些特徵 是有被延續的 現在的修復好像是採用這個方案 因為它畢竟對於屋頂的維護 包括漏水或者是木材的更換等等 大概也是一個比較便於長期使用的狀態 就是戰後在裡面運用這個空間的形成 這個是在修復以前先用保護架 鋼棚架把它包覆起來 鋼棚架也不便宜 都三百萬 然後讓它在屋頂解體的時候 有免於風吹一直在雨林等等 那現在的施工圍儀其實都還蠻用心的 就是會用輸出 讓民眾對它將來修復的面貌 會有一個期望 就是將來 它其實原本在戰後前面 蓋了一排現在主義的房子 就是社交館的時期 那它後來又把它前面那排房子拆掉 現在是要露出它原本日本時代的樣貌 這個就沒有機會留下來比較可惜 不過也可以理解這是油變局 因為它是木造的 不像剛才很多是用洗石子 或者是磚或者是石頭 比較耐久 像這個有可能是很容易被濕火就燒掉 但就算沒被燒掉 木材你要一直不斷去更換 也是需要相當大的維護成本 油變局到蠻常是這種中間沒有開口 然後兩邊可以進去 在像嘉義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縣市 會看到這樣的案例 新竹的油變局蠻有趣的 它跟阿侯就是屏東的油變局 採用同一套設計圖 所以日本時代的官方的單位 他們也是會用同樣的圖面 去不同的行政區 而且相距離還蠻遠的 就是蓋兩棟一樣的房子 這是降低設計的成本這樣 那這也是一種他們在學習西方文化的時候 可以比較快速的普及 在各地都可以快速的打造出一個 那種他們想要學習的歐風的城市的樣貌 所以我們還蠻熱衷於判斷 就是這張照片是在新竹還是屏東 有的時候老照片沒有這麼清楚 那就很多細節 就是在文史愛好者的興趣 就會去看旁邊的那棵樹 停腳踏車的棚架 或者是公布欄這種細節 這張是在台灣寫真帖 就是日本時代官方的出版品 所以可以看到它就是寫它的新竹 那現況其實也是有局 它原本是採用木材 就是雨林板 我們比較常運用於那種日式宿舍的 我們現在雖然講日式宿舍 那種一片一片木板頂起來的建築物 其實對日本明治維新來說 它也是一個從西方學習來的建築技術 它是從歐洲發源的 然後在歐洲人到了新大陸 帶來到美國之後 然後明治維新從美國請來建築師 還有建築顧問團隊 因為他們要開發北海道 那在北海道這麼一片 以前並不是傳統日本的領土 要迅速的建造出很多房子的時候 藉重了美國人在開發大西部的時候 迅速建造很多房子的經驗 就是把木頭切成一片一片 很快的釘起來 然後在台灣變成日本的領土之後 這個建築技術也就是流傳到台灣來 好 新竹的部分到此為止 接下來就是在到延長結束之前 我會分為兩三個我挑選出來的類型跟案例 然後跟大家分享一些台灣的 日本世代的近代建築的 我認為比較值得分享的 這個是在台中 以前在台中的現在的州廳 就是市政府旁邊呢 就有一個州資室的官邸 乍看之下是一個非常西洋風格的建築物 但是我們仔細看鄭培哲老師的話 它上面的瓦片是傳統的日本瓦 日本瓦有一個就是只有日本人自己發明出來的特色 就是它是鋪浪狀的 鋪浪狀的這個瓦片呢 是他們改良從中國學習而來的瓦片 從中國從唐宋以來就是建築技術 隨著森鋁也好或者是隨著前唐室 他們模仿了許多的典章制度 把建築技術也帶回日本之後 當時學回來的瓦片是有分為平板的板瓦 還有圓筒狀的銅瓦 這兩種瓦片要交錯的使用 它就會在屋頂產生非常多的排水溝 下雨的時候便於排水 學回來的幾百年之後 日本的工匠突然有一天就想通 也是經過歷代的改良 一直到了江戶時代 他們就發現為什麼要燒兩種 為什麼不把銅瓦跟板瓦變成一片波浪狀 當這樣子的話接在一起 就自然就成為很多條排水溝了 所以我們看這個房子 雖然說它的身體穿的是西裝 上面的屋頂可以想像 它有點像是一個日本武士的法技 其實乍看之下並沒有這麼衝突 融合得還滿好的 而且我們還可以看到它的建築物房間的外面 有一圈的回廊 這一圈的回廊 它也是包含的陽台的機能 像這種建築物我們在建築史裡面 會把它歸類為叫做陽台殖民地樣式 因為這並不是日本人發明的 早期的帝國主義大多是來自於溫帶國家 然後他們去殖民比較亞熱帶跟熱帶的區域的時候 就會發現真的太熱了 那在這麼熱的狀態之下 尤其是英國人到了印度 或是歐洲很多國家到了非洲 他們覺得說建築物內部的空間跟室外的環境 一定要有一個阻隔的一個區隔帶 就是中介空間 那後來不管是法國人到印度之那 就是到越南 或者是日本人來到台灣 他們就是會把一圈回廊放在這種多雨高溫的環境 那在建築史上面就形成了一個全世界的譜系 所以被稱為陽台殖民地樣式 因為這個是從帝國主義的需求所帶來的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它的回廊 在這張照片裡面 前面有 左邊也有 可是右邊沒有 因為我們在北回歸線 在北回歸線的話 太陽的運行其實是比較朝偏南的角度在照射 所以北邊是不太需要陽台的 那我們從這張畫其實也就可以去想像 或者是去對照台中市的地圖 去判斷出它的坐向 就是它的大門是面對哪裡的 因為整個台中也好 或是包括新竹也好 當時他們都是請了 像是威廉·巴爾頓這樣子的蘇格蘭人 就是日本政府會請他們來做一些 基本的都市計劃的一些配置 包括為什麼從新竹車站 台中車站走出來的街闊 都是45度角的道路 他們都是有考量跟鐵道的關係 還有跟日照角度的關係 那在那個45度角形成的方塊接闊裡面的房子 它其實就是會跟太陽的走向 有一個配置的觀點 這個建築物一直到了 戰後還在使用 它並沒有隨著改朝換代馬上被拆掉 而且它很長一段時間是作為台中市政府的 有點像貴賓館 如果是有一些外國的記者 或者是當時中華民國 還有非常多的邦交國的年代 或有一些大使到各個城市去參觀 然後他們就會就是下達這裡 進駐到這個地方 所以也有很多的攝影家 包括這次余露記 在台中有一個在媒體服務的攝影界的前輩 他們就會留下很多這種歷史照片 台北的觀色 現在大部分留下來的都是 我們看到的是所謂的河館 就是看起來那種日本風情 直拉門裡面是榻榻米的 但是其實早期呢 在河館是作為真正起居生活使用之外 明治以來的上流社會 他們對於居住空間的運用 還會有一棟洋館是作為社交用的 就是比方說有賓客來訪 或者是有一些重要的人要接待 他們會有一個對外的朝外的空間 跟一個真的自己換上的居家衣服使用的朝內的空間 那這棟房子是土木部 土木部有點像現在的銀建署 就是他的部長在台北城裡面的觀色 建築本人還在 土木部他歷經了各種嚴格 到了日本時代後期變成銀善客 那辦公的地點也搬到總督府的 現在的總統府的大樓裡面 所以他原本的觀色呢 也就改成後來去使用土木部的 有一個新成立的公司 叫台灣電力諸事會社 台灣電力諸事會社 就是後來在戰後由台電去接收的那個公司 所以這個房子就也是陰錯陽差的 就是被台電給接收 但其實在台電接收之前呢 有一段時間他還有另外一個單位來 暫時的使用過叫台灣省政府 以前的台灣省政府在戰後初期 還並沒有搬到現在南投中心新村 還沒有到台中的霧峰之前 他由行政長官公署 剛開始轉為一個地方政府的時候 他在台北的辦公 那他就做過省政府的主席的官邸 以前有一位周智柔主席 曾經用過這個建築物 那在他是空軍背景的 然後在中國人使用這種日本人打造出來的洋樓 我們就可以看到一些對於空間使用習慣的調整 左邊這張照片是原貌 就是這個電力會社 當時叫做社長宿舍 原本的圖目部的部長的宿舍 可以看到原貌他的左邊呢 是有一棟河管 然後右邊是洋管 那到了中國人來使用 他就並不區分了 他不需要有一個河管 他就把它拆掉 讓花園變得更大 那洋館也有一些調整 我們原本看到洋館的二樓 有一些用木條去做出來的很漂亮的那種屋架 成為一個陽台的頂棚 可能在維修成本方面就是有點費工 後來就乾脆把它整個拆掉 變成一個露天的露台 但是在一樓呢 原本它有點像是陽台殖民地是一樣的 朝向陽光會照射的角度 是有一層半戶外的拱廊 然後才到了屋內 他在一樓就把那個拱廊 加上了旅門的玻璃窗 陽台外推了 所以空間一增一減 就是在二樓原本有頂蓋的空間 變得沒有了 但是一樓的原本的陽台又被外推了這樣子 那現在這棟房子是台北市的市令古蹟 作為台電的招待所 是可以接受團體的預約申請進去參觀 滿有趣的是台北市文化局 在90年代把它指定成古蹟的時候 其實並不曉得它的原貌 因為許多史料是後來才慢慢的出來的 像左邊那張照片是日本時代的最後一任的電力灰色的社長 松木幹一郎他的孫女 就是把照片寄給台灣的文史研究者林秉妍先生 就是才看到說原來這個房子原本長這樣 那在還不知道他長這個樣子的時候 1997年把它指定成古蹟的時候 台北市文化局的描述是 這棟房子具有帶有西班牙風格的小別裝的樣式 就是他們大概覺得比較像是安達魯西亞那種白色的拱狼 但這其實是戰後去改成這樣 原本顯然不是白色 但什麼顏色也不確定 因為黑白照片的關係 這種看起來有點融合德國風格很厚重的一樓 還有高雙的法國色屋頂的是在基隆的要塞司令官邸的陽館 而且在基隆現在老一輩的基隆人 還會稱呼這棟陽館所在的那個山丘叫少將角 因為它的關節的關係 就是以前在少將角上面最早只有少將 就是當時的邀太司令他是一個少將區 只有他能夠住在這個山頂上 所以他在這個山頂的位置看基隆港口 看他的艦堆 看他所管理的軍港 是一個非常好的居高零下的視野 現在那個山頂上早就滿滿的都是房子 它其實就在基隆廟口附近 有一條小路爬上山 上面已經是整個山頭的集合住宅 這個房子也拆掉了 那我們可以看到左邊是日本時代在使用的狀態 它也是一棟陽館 還有不太明顯的我們看到在後面 大門的後面有那個日本式的烏瓦露出來 它有一棟盒管是連著它的 那右邊這張是戰後的照片 就是著名的基隆攝影家鄭上熙老師 他從山丘上拍下去可以看到 有越來越多在市區的建築物越蓋越高 但還是看得到很多日本時代的建設 包括郵便局 工會堂也都還看得到 那遠方可以看到港口的船 所以它本來真的是在一個很好的位置跟視野 不過戰後的藥材司令不住在這裡了 戰後管理這個軍港的中華民國的藥材司令 他去接受另外一棟一個日本時代的商人的住宅 那這種房子變成的是國防部有點像大雜院 就是有非常多的入住者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它在屋頂方面有一些調整 原本在日本時代的原貌是相當西洋式的 馬薩式的 法國式的屋頂 我們看到右邊這張戰後的照片 它的屋頂已經變成日本式了 反而是在戰後中華民國時期把它改成日本風格 聽起來有點奇怪 但其實也不奇怪 因為不管是工匠營造體系還是材料取得的管道 是不會隨著改朝換代突然就不見了 或者突然就斷掉了 就是原本在台灣有人會鋪日本瓦 有人會做日本式的屋頂的那些人還在 然後可能是破損 修繕等等的原因 就把它變成是戰後的樣貌 基隆有一個民宅 民間的住宅 現在是比官方的剛才那個要債司令可以說是地方的治理者了 可是這個住宅遠遠的大庫 它不管是規模 格局 非常的豪華 它是一個木材商人 那木材商人 木城九兵衛 其實他打造這個房子過沒幾年 在日本內地他自己的生意可能就有一些狀況 所以他就把這個房子給賣掉 他就回到日本 賣給台灣非常有名的日本時代五大家族 其中有一個叫基隆岩家 岩雲岩跟岩國年兄弟 他們就買下來這個木村 當時基隆人把這個房子叫做木村玉殿 他就有點像是一個城主 因為他做木材商 他用一個木材的風格 然後木材的建材做出那種像是日本的那種繁組 非常大的宅邸 然後就變成了是五大家族 他主在全台灣各種這些豪宅建築型態 相當特別的日本風格 包括像板橋林家或霧峰林家 我們都知道他們是非常有傳統的 那種台灣式或是明南式 有一點洋樓的參雜在裡面 那像高雄城家的話就會是 就是非常西洋式的洋樓 只有這個基隆岩家 他是相當的日本風 他就在田寮河旁 然後自己的家裡面有一個非常大的庭園 這個庭園的豪華程度是現在的 現在台灣有非常多的有錢人 但是我覺得即便是當代也難以想像的豪華程度 就是整個山頭都是他們家的 包含現在的基隆中正公園 然後有一個光榮家商 有一間學校 然後還有一大片的國宅 全部都是在岩家的這個庭園叫做漏園 撿漏的漏 他們家非常的謙遜 覺得說要很低調住在這裡面 我們要就是把這邊私事漏事 我們可以看到 遠方的那個就是原本的牧城玉殿 他們在牧城玉殿為基礎之下 繼續的打造這一整個 以湖景為核心的家族的豪宅群 你現在眼睛看得到全都是他家 包括照片的右邊在小山丘上面有一棟 我們講說是英國都舵風的那種小洋樓 這小洋樓是岩雲殿非常喜歡的風格 是那種木頭的骨架會在二樓外露出來的半木構造 這種半木構造的建築物 岩雲殿在台北的別裝也長這樣 他在大道城有別墅 他在東京也有別墅也長這樣 就是他在到處都是蓋這種英國風的 他自己住在這個洋館裡面 然後他的家族住在這個日本式的 可是我們又可以看到照片的左下角 左下角這一種庭園的風格是非常法國式的 我們怎麼區分歐洲的庭園風格呢 英國人非常崇尚自然 他們有一段時間有亞洲東方熱 他們覺得說庭園就是不要過度的去 讓它有人工幾何的那種痕跡在裡面 所以那個水池的線條是曲線 然後樹也不要刻意的修剪 他們甚至還有一段時間非常的浪漫主義 就是甚至還要故意擺一些假的羅馬廢墟在庭園裡面 就是倒塌的圓拱啊 就是想像這邊以前曾經好像有什麼歷史這樣子 但是法國非常不一樣 法國對於庭園的控制非常的理性 而且非常的強迫 他們會把樹剪成他們要的形狀 所以從凡人賽宮看下來 就像那個樹就像地毯一樣很漂亮的一段畫 這就是台灣富豪的特色 我們看到水池邊還有石燈籠 其實它的山裡面還有一個台灣式閩南式的宗絲 就是什麼東西是世界上的好東西 我全部拿到我們家裡面來 所以有日本式的住宅 英國式的住宅 法國的混合日本式的庭園 在那個湖上面還可以遊船 那請各位仔細看一下左下角的那個庭園 它其實是一個很大的集合庭園的邊緣的一角而已 中間長這樣 就是自己家裡面的花園 長得像菲爾賽玫瑰這樣 所以有的時候看到日本時代這種住宅的類型 或者是就是對於整個環境規劃 會發現當時的文明還有接受那種 就是世界訊息的程度是超乎我們想像 看起來不慎其眼的一間小小的獨棟的房子 這個是鹿港的金營廳 他們家雖然這個建築物看起來沒有像鹿港孤家 這麼具代表性 其實是愛愛內涵光 這棟為什麼被叫做金營廳 他是為了幫他們家的長輩助手 然後也配合著1935年 台灣時政40年的博覽會 有點像是跟官方共襄盛舉 家族裡面蓋一個新的宗廠 就是在他們的街屋的後面 那他們家蔡元皇 皇家是鹿港的 就是如果孤家算第一有錢的話 他們是排行帝爾的 各間大廟都有他們家的捐獻 也是很多廟的主委 地方投人 這個建築物它混合了 它是混合了非常多不同的文化 雖然小小一動看起來不是很奇眼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日本時代到了30年代 日本的屋頂 然後日本帶進來的西洋式的回廊 還有漢人傳統習慣使用的 中軸線上面的神明廳 完全是融入在這個案例裡面 漢森雜誌在距今40年前 就已經注意到金影廳是一個非常不得了的作品 我們看到這是以前的漢森雜誌 英文漢森時期 左邊那張照片 他們進到裡面去拍照 那個採訪人員是目瞪口呆 因為它所有的格扇上面都是圖金漆 然後那個房子在太陽照射的時候 整個會從裡面散發出金光 沒有圖金漆的地方貼金箔 這個是鹿港很有名的木雕大師李松林 年輕的時候跟著他的師兄弟去做的一個案子 那這20個格扇呢 它的另外一面是圖陰漆 平常就是日常的時候是金色轉到草廳堂的這一面 如果家裡面有長輩過世了 要做白事的時候就全部轉過來變成陰色的 也有一種說法是他們家就是很謙虛低調 想要不要招人嫉妒 如果有總督府的官員來的話就把金色轉到後面去 總之這可以去反映到30年代的一些 台灣士生跟富商的一些有趣的價值觀 就是它外觀看起來融合了西洋跟日本 裡面的生活方式還是非常的他們認同的祖國 是中國式的空間 那這個房子其實家族一直持有 後來雖然有轉賣掉也都沒有拆除 右邊這兩張老照片就是近年在台灣 許多地方的文化資產受到關注 或者是需要被討論到要不要保存 其實很多都是地方的年輕人 真的很年輕喔很多才高中或者是大學的學生 然後他們去發現有的時候他們也不一定是當地人 就是到了當地去念書之後 然後發現竟然有這樣的台灣的文化資產的珍寶 然後他們為了要讓更多人去注意呢 就會去先去把它打掃乾淨 因為常常這種文化資產會被地方淋漓所排斥跟討厭 覺得說希望趕快把它剷除 常常都是環境衛生的問題 所以他們就是自發性的在屋主同意的前提之下 先去清垃圾啊 修樹葉啊 讓它是一個比較舒適的環境 之後才去進行文化資產的審議跟提報 不然有一些文字委員可能根本看到那個外觀環境非常的糟 都不願意走進去 那他們不只是打掃環境定期的會有清理 他們也把後來因為那個經營廳的許多漂亮的隔散 有一些招竊有一些被破壞了 那家族就把剩下的都收藏起來 就把它放在倉庫裡面 那他們為了要讓陸港的鄉親們知道說 蔡元皇家以前有這樣的文化珍寶去做模型 右下角就是他們自己自發性自費做的模型 然後在陸港到處借地方去展覽 去跟大家講說就是有這樣的一個建築物 然後在文化資產生意的時候就比較順利 最後是有通過登陸成歷史建築 這個建築物還存在在台南柳營 那台南柳營的這個陳真法 耳東成的古錯的我們也可以看到 剛才提到的 漢人對於這種外來文化的吸收跟轉化 是非常具有彈性的 台灣的本土士神他們的認同還是中國 所以他們在空間的配置上面 並不一定說來到新時代就會去住日本式的房子 或者住到洋樓裡面 很多人還是住在三合院 可是你要如何讓三合院的配置 看起來也有新時代的表情 我們看到這個案例 它就是把原本在正身的部分 就是如果三合院的話就是中間會放神桌的那個空間 前面加上一個西洋式的玄庭 然後這個玄庭的上面就有點像是一個玄關 它上面就又有那種像是街屋會出現的那種灰泥的 我們常常在台灣會被講成是馬路客風格的那種牌樓 那這些灰泥的手藝都是手藝很好的匠師 去做出上面很漂亮的勳章式 或者一些絕草的花紋 那乍看之下它就像是個洋樓的表情了 但它裡面的生活完全都還是可以過它原本 就是習慣的那種傳統式的生活 以及兩邊的護隆 原本如果是傳統三合院的話 面對前面的它會是一個馬背 那個馬背上面可能會有金木水火圖 會有各式各樣傳統中國風水所需要的那樣子物極的造型 它也有防火的功能 可是他們把這個馬背也變成了是一個 西洋建築風格表演的場地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這個馬背上面 出現了兩個像是希臘的山牆 這是台灣的匠師靈活的地方 就是它一方面又讓屋主 就是可以住在傳統的空間 一方面又可以讓它的表情就是 就是銜接上政府在整個國策所要 宣導的文明開化 現在的左右兩邊有一邊護隆還有在住人 有一邊是已經閒置了 那閒置的部分連屋頂都壞掉了 不過磚造的建築我們可以看到即便 因為木頭屋頂的部分壞掉 它下面的牆還是完整的 所以將來都還是有機會 如果被保存下來是有修復的可能的 那也可以看到走到裡面會看到最右邊的那張 他們也會有一些比較日本式的空間使用的方式 去做那種架高的地板 可以當成榻榻米的使用 所以這也是在台灣這麼精彩的多元文化融合的狀態下 在日本也好 在中國也好 都很難看到像這樣的建築物 就是每個地方都有它自己的文化產生的特有種 就是只有在台灣才會出現這樣的建築類型 這就是另外一個非常精彩的文化融合 在雲林斗六相當有名的無秀財宅 他們家在清代就發跡 然後一直到日本時代從事各種實業就是累積財富 我們可以看到雖然在九二一大地震之後 有非常大的損傷 然後家族的個性也非常低調 就是不太希望接受參觀或採訪等等 然後也不需要政府的補助在修繕 但自己都有好好的維護 就讓它是一個還蠻不錯的品質這樣 屋頂看起來是很台灣傳統的那種厭尾鞘集的屋頂 但是你可以看到下面的部分 身體就是很西洋式的拱圈 羅馬式的列祖 然後裡面的圓光照上面的木雕 也是融合了那種廣東的風格 但是也有一點西洋的意將 混合各種風格 這也是鄭培德老師的作品 那這是它的現況 因為它的九二一把前面的玄庭的屋頂震掉了 露出來它裡面羅馬式的連續光圈 但他們也就把劍材放在旁邊 就是也沒有修繕也沒有寄居的破壞 那走到裡面這不是我拍的我沒有辦法進去 這是在網路上有幸能夠進去的前輩們留下來的一些作品 可以看到它這些動架的組合看起來還像是木頭的構成 但其實已經是鋼筋混凝土了 30年代的台灣士神在做房子的時候 會請將師用堅固的鋼筋混凝土 有跟我們現在在使用的房子同樣的材料 做出傳統的建築線條 這也是一個時代的交錯 這也是在平面的配置上 我們可以把它視為合院空間的 有點像是一條龍 但是它表現出來的風格是非常西洋式的 在園林有一個叫做鼠橋的張家 它的線帶在哪裡呢 我們看到很多橫條紋的橫線 那個橫條的橫線是在美國 有一個非常著名的建築師叫弗蘭特魯伊萊特 萊特因為美國的汽車文化在20世紀初的時候 推行的有一種叫做草原住宅的風格 草原住宅非常的講究 因為他們地很大 所以它有很多的機能 包括車庫、倉庫、住家 都是靠這種橫線條的與會去串連在一起 那我們看到這個是台灣民間的士神 在日本時代做這種 還是看起來像是漢人居住的合院 可是它的那個橫線條非常的美國 這是很西洋的 而且它不只是那個線條美國 它兩邊的護隆的入口 我們可以看到有一個拱圈 下面有兩根柱子 這是很歐洲的經典的建築語法 有一種叫做帕拉迪歐斯公的做法 如果說漏原是用一大片山去把所有主人的喜好都放進去 我們可以在許多住宅的案例看到台灣的匠師幫業主滿足的需求 就是你要美國的我幫你放在中間 歐洲的我幫你放在兩邊 漢人的居住方式在裡面 然後是發生在日本時代 用很好的建材、清水磚去做的 應該是DR磚 台灣電話會社的 這個屬橋當時還是非常戲劇性的入場 這個我也是沒有親自去過 它要先通過一排 應該是兩排龍舶 它就在瀋道旁邊 然後通過了那兩排龍舶之後 進到了一個廣場 然後在那個廣場通過一座橋 就等於回家之後要過好幾段 然後到了一個人間仙境的感覺 左邊那個是在它還沒有拆除之前 然後就是從橋的另外一端去看到它的 整個住宅的全貌 那右邊的上圖可以看到 它其實一直到前幾年都還健在 就是主人也都還有好好的在使用 不過在帶到了過來的紀念 彰化在推就是那種 有點像是都市土地的重畫區 然後它就在神道旁邊 可以換到比較高的利益 屋主懷就是決定把它拆掉 在網路上面就是 就是對於這種老房子關注的社群 就是其實都會有一些線索 最早是發現他們家把龍舶拿去賣掉 就是本來有兩排像是森林的樹 就突然不見了 然後大家就開始有意識到說 那個房子可能會就是可能有危險這樣 所以就還有人會去拍一些它 財務之前之後的照片 那這是在台灣相當傳奇的一個住宅 叫做韓碧樓 不過韓碧樓它借用的是在日月潭的一個貴賓館的名字 原本呢它在雲林的斗六屋主叫做陳寗四包 它是一個女生 日本時代非常少數的女性企業家 做各種油類啊 木材啊 就是各種經銷商 然後它聽說是就是從國外找了建築師來畫設計圖 然後跟台灣總督府巡同樣的採購管道 買到高級的建材打造的這一間 它就在斗六的太平老街後面 三層樓高 然後中間的屋頂 把馬上市的屋頂又做得像是個山牆 看起來像四層樓 非常漂亮 後來曾經有一度還做過餐廳 在餐廳的時期 把日月潭的韓碧樓的名稱拿來用 那我們可以看到左邊的照片 前面的這一條就是現在去斗六海看得到的太平老街 也是一條西洋歷史風情的那種老街 那後面那種像是領主的城堡 就是那個陳陵士堡 它當時的洋樓現在在巷內已經是一個集合住宅 那右上角是它還沒有被拆除的時候 正在拆 可是呢 現在各位在一個地方可以看到它滿完整的形象被呈現 龍潭的小人國 是右下角的照片 就是小人國在蓋的時候它還沒有拆掉 然後當時小人國的園長就是在挑選一些台灣經典建築的時候就選到它 所以後來這個本尊反而被拆掉了 然後就是這個房子被以模型的狀態留下來 細紙的書宅 這個細紙是一個在基隆河畔能夠跟許多瑞芳侯洞一帶的礦產的產業有關係的 然後又因為河運的便利發展起來的城市 那因為它是海水的潮汐到這個地方最後能看到漲潮的地方 所以沿著基隆河它是一路可以出海就是往淡水河的方向 在細紙曾經有非常多極端漂亮的豪宅 是我們現在看到都會沉默結舌的那種華麗程度 像這間這個主人它要做這一個建築物呢 它前面有一個非常大的花園 然後通過了這個花園之後呢 是可以到它下面有一條小溪 然後在那個小溪就可以上船直接到基隆河 它是一個支流這樣子 那在那個花園它常常會辦一些賞聚會 主人叫周再次 然後他跟基隆的岩家也有很多的 像是戲子著名的潘炳竹啊 或者是丁家都有這種礦業的往來 那它一方面它是要做一個住宅 但是另外一方面這也是他們家的商行 所以這個建築物是我看過在台灣的住宅配置裡面最聰明 我說聰明是你很難想像到當時的將士怎麼會有這樣的巧思 它面對那個花園 因為花園是斜坡的 就是到河邊可以上船的一個向下斜的地勢 它面對花園是河院的正面 那它的河院是有點階梯狀的 越長越高一層兩層三層 然後最後面的那一層 它轉過來就是傑東路 就是一條老街 就是以前的商業街道 所以它同一棟房子的後面三層樓的部分 就延續著老街的棋樓的紋理 變成是街道的一部分 它有一邊是豪宅 有一邊是商行 是街屋 然後同樣就是存在同一棟建築裡面 這真的是非常具有巧思的配置 而且有一個很大的腹地 就是以前它辦賞局會的時候 都會請那種總督府的官員 或者是就是台北州的知識前來參加 所以鄭培哲老師在復原的時候 也是把前面那個花園又畫回來 戰後的接收者是陽明海運 陽明海運雖然是聽起來像是個公司 它其實就是輪船造商局 那它後來有點像是黨國企業 它接收的這個房子並沒有妥善的使用 而且不太會用它 就讓它一直閒置的狀態 首先是花園的部分 很早就變成了一個很大的房地產 可是陽樓本人還在 陽樓一直續存到2012 然後陽明海運要拍賣 它要賣的不是要賣這個房子 它其實是要賣那塊地皮 因為在細緻就是台鐵高價化之後 然後就是地價也越來越貴 它的豪宅的等級也是水漲船高 所以在這個地方 它變成是一個 城市非常核心的區域的時候 為了要賣這塊地皮去拆這個房子 那因為在地方的文室工作者 已經有非常多對於它的研究 一個呼籲文化局 希望能夠出手把它指定古蹟 那最後還是因為產權單位不願意 所以因為知道它要拆了 所以我就就是有在旁邊 跟著那個怪手一整天的時間 把它從左圖跟到右圖 剛好兩天拆完 去看到它整個過程 汐止火車站一出來的地方 現在是高價的車站 其實就在車站後面 旁邊有一整排非常大的一個房地產 以前就是只有一戶人家 當地人稱蘇少爺的蘇爾明宅地 這個蘇爾明宅地 它也是一個傳統合院格局 然後把傳統合院蓋成兩層樓高 所以你要說它是個洋樓也可以 它的表情就是有非常純正的 西洋式的學院的風格 但它裡面生活空間的實用機能 還是很傳統的漢人的風格 它有一個很大的山牆 就是我們看到左邊那張照片 是它還存在的時候的原貌 上面那個山牆是將近一層樓高 上面還有這老鷹 那個老鷹就是原本是一個展翅飛翔的狀態 那在房子上面放老鷹 其實是台灣許多的那種傳統民居 在西洋風格很喜歡採用的一種元素 它大概是帶有一種立足於自己的家 但是視野還有將來的方向 是要往外面發展的這種鴻湖大智 但是這個山牆呢 當時其實蠻有趣的 就是當他們家把這個房子 這塊地皮賣掉 建設公司要拆除的時候 也是有相當多人跟他們建議說 這個家族的重要性 對於繫紙當地產業的重要性 你至少留下一個山牆 作為建政的 就是曾經有過這棟豪宅 所以建設公司當時也承諾 就是說其他房子就用怪手把它推掉 可是那個山牆會小心的把它拿下來 將來做了集合住宅的高層建築 再把它放到屋頂上面去 然後做完那個集合住宅 建設公司就走掉了 它那個山牆是拿下來的 真的的確是好好的拿下來了 用一個鐵框子保護 放在戲子火車站後面 長達將近十年的時間 就是後來旁邊長的紅葉曼草 就慢慢地把它包覆在裡面 我有的時候去戲子都會看它載個載 有一天突然就不載 有一天它就變成整理過了 然後就不曉得去哪裡 可是這麼大的東西其實 也不是說要鑽除或者是要丟掉 即便它沒有文化資產身份 應該也是被拿去哪裡收起來吧 我後來在網路上面就是詢問 然後一直等到出書之後 才有戲子當地的秀峰國中的老師 講說被他們學校拿走了 覺得可以做鄉土教育的一個教材 所以那學校很用心地請了吊車 把它從霍火車站大導院 就是拿去學校的一個 這張照片看起來還蠻委屈它的 放在一個圍牆邊 可是後來又經過整理 就放在校門口一進去的地方 雖然好像沒有比例看不太出來 其實它的高度真的非常高 就是我的身高如果 我常常去看它 所以我手就是伸到最高 跳起來是還摸不到那聲老鷹的 是一個非常巨大的一個構造 磚構造 外面是洗濕子跟灰泥這樣子 所以就是感謝校方最後幫建商留下來這個東西 大甲的順德居 它也是一個就是木材商 然後轉成專造就是專廠公司的老闆 我們現在講到大甲大概最有名的就是正斷宮 其實除了正斷宮之外 有非常多日本時代中部的企業家 在大甲都有非常漂亮的這種民居 這個建築物它雖然只有兩層樓 可是屋主在設計的時候 希望在大老遠就看到它 是一個具有一方之霸的氣勢 它在山牆的部分做了一個假三層 我們看到它看起來好像有三樓 那個三樓是只有一道像牌樓的東西 就是它女兒牆做得超級高的意思 然後讓你遠遠的看起來乍看之下只有三層樓 但是其實你仔細看它三樓只有開一個老虎窗 就是屋頂窗 然後其他的窗戶看到後面去它就是二樓的屋頂 這件事就是因為老闆本身是從事製專業的 所以它用很好的專材去打造 也是相當可惜在90年代在被討論它有沒有具有文化資產價值的時候 希望開發的家屬 他們是在文資委員要到這個地方獻砍的前一天請怪獸 怪獸大概是來不及 因為其實家族還有人住在裡面 是沒有機會把它全部一次拆完 可是我們看到右邊那張照片 他是先把那個山牆上面最漂亮的裝飾給打下來 然後還有他的在牆壁上面有一些灰泥的裝飾 就是先去破壞那種最具裝飾性的東西 讓文資委員有點知難而退 其實就現代的建築修復技術或者是資料足夠的話 即便是變成右邊的照片 也是有機會能夠再把它復原的 但是當時其實家屬也是透過這個動作來表達他們不希望被指定成古蹟的一個意志 所以最後就讓他沒有成為文化資產 沒有成為文化資產之後也其實不是馬上全部都拆掉 想要開發的那一邊先拆了一半之後去蓋成連拍的透天措 剩下的那一半又到了近幾年才完全的拆完 所以我還有看過他的最後剩下一點點的狀態 苗栗厚龍 陳凱蒂是當地的地方首長 他在日本時代就在裝飾場 就是行政的官廳裡面到帳後 就是選民意代表然後到鎮長 所以算是地方非常著名的頭人 這棟小洋樓是台灣非常少數可以看到階梯狀山牆 這種很常出現在荷蘭 比方說去阿姆斯特丹可以看到很多低帝國 偶爾在德國有些區域就是巴巴利亞 會看到這樣的建築風格 可是運用在台灣的民居幾乎是在這個地方是非常少的案例 其他地方也有但沒有這麼的漂亮沒有這麼的精美 他就在火車站的旁邊 所以我有的時候會搭海線的火車 特別在後龍下車 就是為了在月台上面拍他 因為是私有的宅地沒有辦法進去 但是從月台上可以看到蠻完整的狀態 然後前幾年在後代在討論 有些人覺得需要保存 但有些人已經跟地方的民意代表還有建設公司都談妥了 所以在這樣的狀態之下 也是沒有辦法取得文化資產的身份之下拆掉 左邊那張就是在台鐵的月台上 所以是一個俯瞰的角度 那個階梯狀很精美的 看起來像是歷史樣式 然後中間有那種灰泥的勳章式的彩帶 然後右邊那個就是在得知沒有辦法成為古蹟之後 很迅速地被拆除 這個拆除的時間更早一點 台南興隱非常大的有名的家族劉駕 然後其中有在日本時代一個著名的藝文界的人士叫劉納歐 他在文學界是以新感覺派為著名的一個文學家 當時他因為有非常多東京、巴黎、上海的經驗 結交了各國的一位人士 所以回到老家他新建的這棟房子 完全按照日本的官方在台南市區裡面建造的台南工會堂 他把台南工會堂拷貝一份到自己家裡去重建 所以這也是當時的一些士神要讓自己的品位提升 或者是讓自己的生活方式更接近所謂知名同志階級 他們採取了一些在文化上面的挪用或者借用 劉納歐蠻可憐 後來他因為本身喜歡拍電影 他其實還有那種手持的影片 就是拍攝這棟房子的影像還有記錄下來 但是他被南京的中華民國 當時被重慶視為是敵方的汪天衛政權 早去當藝文宣傳部的部長 就在上海被人暗殺 然後家族後代就是沒有留下這個房子 不過其實一直到90年代也還沒有拆掉 甚至還曾經拍過鄉土劇 就是以前要連續劇來借過這一家來拍攝這樣 不過我們到現場去找的時候已經是一片平地 聽說是家族要賣地 不過也還沒有賣掉 就呼籲如果家裡面有這種老房子 然後家裡面如果開會討論要賣地的話 可以先不要急著把房子拆掉 說不定有留下那個房子 會吸引到不一樣的買家也不一定 那現在就相當可惜了 就是原本那塊地這個房子也沒有留下來 然後地也沒賣掉 剩下一塊礦地 這棟建築有名是因為白仙蓉在爾爾亞 有非常多版本的台北人 然後不同的版他會去用不一樣的照片當封面 其中一個在應該算是最暢銷吧 因為都會被中學的老師指定讀物 很多人去買的就是這個版本 那這個版本拍到的是李春生的大房長孫的宅邸 他在台北的大稻城讓大房長孫 因為要迎娶一個台灣南部非常有名的 岡山的高家的高姿美 然後要結婚了所以要蓋一棟新的陽樓來 慶賀他們的新婚 為什麼會有一個半圓形的陽台 因為以前淡水河的堤房還沒有這麼高 它是一個做東朝西的房子 所以這個陽台是可以看河岸上面的景色 剛好它的視野是越過堤房的 然後前面是他們家的陪隆間 就是他們家做茶葉的 大稻城李家是當地非常具有勢力 然後從清代到日本時代都相當有名的家族 旁邊這邊有一條小小的路 在日本時代甚至叫李錯街 就是這一整條路上面不是只有一棟李家 是有好幾棟李家的房子包圍的這條路 現在是迪化街的一個巷子 龜水街的地方 然後這個是在基隆 我們剛剛講的 嚴家的肉園是他們居住的地方 那嚴家有一個公司叫探礦諸事會社 在基隆的中二路以前曾經有一棟諸事會社的社辦 就是他們的等於是公司的辦公室 但是其實這棟房子它又有一個蠻豐雅的名字 叫做環境樓 靜是那個靜子的靜 它就是希望基隆港的水鋪無紋 就是永遠都很好出航 就是天氣很好 港口的水面像靜子一樣 所以它就是環繞那個靜子旁邊 興建這個房子 那嚴家的主人 他也是台灣北部很有名的師社銀社 三年水銀社的成員 所以銀社的成員常常來這個地方來開那種私有的大會 留下來的文集就是 詩文集就叫做環境樓唱和集 就是用這棟房子來命名 不過右邊這張照片 雖然是看起來大白天拍的 我一開始網路上看到的時候還沒有感覺 有一天晚上突然打開來發現有點詭異 各位可以看到 前面的這條中和路的地上有許多的人影 不曉得為什麼攝影家在拍照的時候 有一堆人站在一起 然後去拍一個沒有人的街道 沒有人的房子 霧峰林家最有名的是林獻堂 不過林獻堂它五個堂兄弟 都其實都是在日本時代非常著名的 排中的士生 在教育界 在實業界 政治界也好都很有名氣 那這是其中一個叫林階堂 林階堂它就在霧峰 就是林家的頂錯跟下錯 就是他們老家附近 也是後來自己獨立出來 新建了一棟它的紅樓 我們剛剛看到其實有很多座都是紅磚的 不過這一棟它蓋起來的時候 兩瓦片都是紅色的 那霧峰因為林家有非常多棟樓 就是他們自己稱呼的時候 就是把這個就是用紅樓來代稱 為什麼屋頂會這麼斜 因為在歐洲高尾度的地方 為了要讓雪可以快速地排降到地面 所以你常常會看到這種急鞋式的屋頂 它是因應溫帶的氣候 因為雪如果太重 屋頂太緩的話 它會把屋頂壓壞 所以它就是讓它斜斜的 然後累積到一個重量 你就很可以輕易地把它推到地上去 那霧峰會下雪嗎 搞不好以前下過 但是一定不會下成像歐洲那個樣子 那為什麼林階堂的紅樓要做成這樣 這也是一種文明開化的模仿 它知道說這樣的造型是代表了 就是我們現在要學習的 當時的現代化幾乎就是等於西洋化 所以會去運用一些 其實並不一定符合台灣的風土氣候 所需要的建築造型 但它要的就是這個造型 所帶來的一種文化跟階級地位的象徵 這張建築算是相當有名 我們看到左上就是由家族長期贊助的其中一個藝術家 郭學胡 他在40年代的時候去寄註到烏峰林家 然後幫他們家做了非常多的素描 就有畫過這一幅 不過不曉得後來它這個草稿 有沒有發展成完整的作品 他那次去註畫了很多的來源 就是老來自玉清 所以烏峰林家有一個傳統的中國式的庭園 然後後來郭學胡又把它發展成那種大型的交材畫 一幅一兩公尺高的這樣 不過有一些草圖就是只有手稿留下來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它非常忠實的還原這個臨街堂的紅樓 後來他們家自己把它賣掉 蓋成集合住宅 其實蠻有趣的 各位仔細看右邊的那個集合住宅的警衛室 那個警衛室 就是這個建案叫做紅樓居 然後那個警衛室他就是模仿那個臨街這樣 他把紅樓的洋樓給縮小了 當作警衛室的入口這樣子 嘉義大林的江文衛 也是一位實業家 然後做各種生意 在右上角是李前浪老師 台灣非常有名的古蹟研究者 他想像的速寫圖 就是因為現況已經不存了 但是他經過一些史料考證 然後推斷這一棟洋樓 原本應該是蓋在水上 就是大林的著名的江家 他們原本有一個傳統的和院 在速寫圖的左上方 旁邊的很大一個後來變成田 以前是一個水池上面可以泛舟 他就有一個是架在水上的磚造兩層樓的洋樓 相當的浪漫 而且他對面還有一個八角廳 是可以就是渡船到對面去 不過對面還在自己家裡 那後來這個水池被填平了 和院也被拆掉了 但洋樓一直到滿晚才拆的 所以還留下一些彩色的照片 旁邊是滄海上天 已經開始變成牛在耕田的狀態 李川生的後代在大造成的各處 都有非常多的洋房 那這是二房的後代呢 他們有一個比較像是街屋形式的洋樓 乍看之下 陽台有點像棋樓 不過是一個獨棟的 那這棟房是台灣 在文化資產的保存史上面 比較特殊的案例 是因為台北市文化局 先把它登陸成歷史建築 已經具備文資身份之後 受到家屬的嚴正抗議 然後打官司文化局還打輸了 所以後來就是又允許改建了 那這個是在早期的 早期比較少見 通常指定古蹟或者登陸歷史建築 除非是有一些顯著的行政缺失 或者是文資價值的缺失 不然不太會有撤銷登陸這個事情 不過最近才又有另外一個入港的案例 總之這個房子 雖然家族是希望能夠蓋成高層建築 但他們也並不是為了要去賣房地產 他們純粹就是考量家族的成員 在空間的使用上需要更多的空間 所以他們拆這個房子是相當謹慎的 並不是用怪手很快的去把它瞬間的推拼 他們跟文化局打贏官司之後要開始改建了 然後就先請將司 把他中間的那一個半圓形的山牆先鋸下來 他中間有一個洗石子的勳章 是上面寫著禮 就是木子禮 然後所有的窗戶 木頭做的重錘窗 然後馬約利卡的瓷磚 能夠切割能夠聚下來的 就先全部拿下來 然後跟著裡面的古董家具 先全部用貨櫃再到另外一個地方保存 開始蓋大樓 然後蓋完大樓之後 就把那些建材再拿回來組裝在裡面 所以這也是一種保存 雖然並沒有取得文字身份的保存 不過最後禮家是在原子新建的一棟 還算是具有原本三層樓洋樓風貌的高層建築 而且我們可以看到右上角是在拆 但是右下角就是有一些他們並沒有辦法安裝回新建築的 像是柱頭像是一些建築的構建 他們就有點像是文物館的方式 呈列在室內 有點像是自己家裡面的博物館 像這樣的保存也算是一種 雖然沒有留下原貌 但至少還是有一些歷史的痕跡可以追尋 台北大正町 著名的大正町 就是條通區的北方 有一個行政區叫三橋丁 三橋丁其實最早的發展是墓園 日本人對於生死觀的宗教跟漢人不太一樣 比方說我們現在清明時節要掃墓了 然後大家如果就在那個廉價去掃墓 就會塞在路上 因為那個墓都離城市很遠 你可能就是要到山裡去或者到墓葬區 可是去日本的城市會發現 就是墓墓可能跟住宅區是緊密相連的 他們並沒有像漢人這麼忌諱 在日常的生活就看到祖先在旁邊 所以包括像日本的這些青山林園 他們反而都還在高級住宅區 跟在台灣可能旁邊是領地設施的感覺不太一樣 所以那個三橋丁早期的墓園 他們還特別的算是強調吧 有點像是變成像是我們去巴黎 也回去看他們的墓園一樣 有點像是個觀光區 裡面有什麼明師元二郎 或者是什麼奶木西點的母親 就是那種著名的總督府的官員跟家屬 都會葬在三板橋的那個墓園 所以在那個墓園後來呢 也陸續的到了日本時代的後期 旁邊也變成是由大正丁發展過去的住宅區 其中就有一個三零年代才落成的別墅的建築 就在那個住宅區裡面 這個是在大稻埕非常有名的錢元航賣中藥的 錢元航有一段時間的經理支配人是叫做陳茂通 不過錢元航並不是一個家傳的事業 他們的經理是董事會票選的 所以陳茂通是因為就是年輕的時候就在裡面工作 然後就是的確商業手腕非常的受人稱許 然後他在日本時代擔任錢元航的主持人的時候 樂善號是非常有名的大善人 就是各式各樣的官方的活動、贈災、廟會 他全部都會招募永樂丁的商家 就是大家一起有錢出錢有力出力 那他自己後來在三零年代反而不是在大稻埕 在台北的現在南京東路中山北路那一帶 就是金華酒店跟大昌酒河 那邊以前就是三橋町 三橋町那個地方興建了這一間叫做陳茂通的紅葉園 因為以前的中山北路是參拜台灣神社的赤士 赤士街道 赤士街道上面種了很多豐樹 豐樹到了秋天會變成紅葉 他就相當浪漫就把這個房子稱為紅葉園 所以紅葉園在日本時代其實陳茂通本人 建築物落成了一兩年就過世了 過世之後家族就轉手 然後歷經了三次的轉手 到了戰後是由一個中國來到台灣的企業 叫做鄭大尼龍 就是他們買下來這個房子 原本是要給他們的少主人 就是現在的董事長 他當時要退伍了 服完藝之後結婚想要買這個建築 給他當作新婚的住宅 買下來之後 他們家找的風水師 就是蠻漢人的那種觀念 因為他旁邊就是以前三板橋的墓園 後來的康樂里14、15號公園 就是很多日本人的墓葬區 風水師就講說你們這個房子買都買了 但是不要自己住 所以後來鄭大尼龍就拿來當辦公室 然後過了幾十年之後 又把它出租 變成了兩家 前後兩家非常有名的餐廳 其中一家就是用地名叫三板橋會館 另外一家比較後來的 永豐於何家去經營的叫做三海樓 那個名稱又更有名氣 因為三海樓非常努力的要去復原 台灣的九家菜就在這個房子裡面賣 所以非常多的鎮商民流在這邊消費過 然後當他們聽到鄭大尼龍耀 把它收回來 因為旁邊的都市更新 何見要拆除的時候 就歷經了一段時間的保存運動 幾乎要說服市政府把它指定古蹟了 不過文化資產的保存跟 就是都市開發在 因為空間就是那一塊 在市政府裡面的程序 其實也是一個競爭關係 那有的時候包括甚至 就是讀法局的局長 他自己身兼文資委員 他也是會去影響一些 就是對於文化資產價值的指定 最後還是沒有辦法讓他取得 古蹟的身份 那我們可以看到在 就是新聞媒體還有報導算是 還有一些在歷史上面留下紀錄 那右下角是拆除的狀態 不過也因為引起了非常多的媒體關注 所以屋主的政大尼龍是有承諾 講說他並不是用大型的機具去馬上的拆掉 他是切割這些牆面留在一個倉庫裡面 有朝一日如果當他們有空間 然後又有餘力的話 是希望能夠捐出來 或是希望自己再把它重組在一個什麼地方 所以不曉得就是大家未來可以持續的關注 這個曾經還蠻多人關注 因為他做成餐廳的時候很多人去裡面消費過 到了40年代的台灣 即便是早期有很多各種不同的 日本也好西洋也好 台灣的傳統文化融入了這種住宅形式 到了40年代也都慢慢的接受了現代主義的影響 包括這是西羅的廖學坤 他們家在原本的合運空間旁邊就新建了一個洋樓 看起來是非常現代風格的 有點像是現代主義 但是又並不是這麼的缺乏裝飾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小圓窗 還有它的陽台 其實有一段時間的現代主義是在模仿交通工具 因為當時不管是郵輪還是火車 這些對於這種新時代的移動方式 是一般社會所追求跟所遵從的一個象徵的時候 建築家也會把官方建築慢慢的走向這種 強調水平線條 然後強調把交通工具的元素來變成建築設計的元素 這樣的意涵 納入到這種傳統住宅的設計 廖學坤他們家後來還有一個後代到香港做到的 像是獨法局長這樣的一個地位 算是租到了香港的城市發展滿長一段時間的 是台灣的西羅人 那他小時候就是在這樣的空間長大 那我們來看到他的 他其實也有一個學習的對象 下面這一張 以及右邊這兩張是潘興華建築師 就是復原 左下角的那個在台北 有一個叫做高橋底 有一個叫做高橋珠之柱的日本商人 在台北的金丁販賣木材 然後他們家呢 這棟陽樓是在淡水河畔 左下角的那棟 我們可以看到他就是在模仿船艦 就是郵輪上面的劍橋 然後還有一些欄杆的羽繪 包括它的圓形的窗戶 就像是一個開在淡水河邊的一艘大船 那這個高橋底可以說是日本時代的台灣住宅 已經慢慢地轉向了現代主義非常重要的案例 所以即便是拆掉了多年 現在是一個大飯店 那個大飯店在興建之前 其實在後接收這棟房子 也算是在二二八刀擺設恐怖時期 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情報局的戰章 林鼎莉 有一個半山 林鼎莉她曾經接受過就是住在這個房子裡面 右邊的戰章是現況 現況已經不在了 所以用山地動畫再把它復原回來 那我們可以看到 對於台灣民間的業主跟將士 西羅的廖家 就有一個學習跟模仿的對象 住宅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然後接下來我再挑選一個主題 就是電影院 戲院 其實後期才真的是電影院 早期它可能是複合式的功能 它也可能是有京劇請來的戲班子 然後各式各樣南北館的表演 總之就是一個表演空間 因為像這樣的空間 它有點要呈現一個 你進來體驗一個表演 是跟外面不一樣的空間體驗的意識性 所以通常都會去建造成一個非常 就是歡欣鼓舞的很特別的風格 這是在台灣非常有名的台灣新舞台 各位可以注意 孤家在全台灣蓋高樓大廈 中性或核性系統的高樓大廈 裡面都有表演空間 這個是源自於孤賢隆時期 就非常喜歡看戲 他們家自己就有戲台 然後孤賢隆把他在台北的一個產業 交給他一個蓋兒子去經營 這原本是日本人新界的戲院 但是交到孤家手上的時候 讓他變成了一個內部是西洋表演空間 但是外面融合了台灣傳統的一種 閩南式的風格 甚至有一些是江南式的 中國的兩江地區的這種馬背 燕尾全部都融合在一起 非常奇特的一個建築物 那這個建築物雖然在台北大空襲的時候 就重彈燃燒就是裁掉了 但是之後孤家在各個地方 中山北路信義區也好 在台北的南港 高樓大廈裡面一定會有一個新舞台 這就是他們的祖先 延續的這個新舞台類 所以他在大正八年的時候 曾經有一段短暫的時間 當時台灣流行的一個非常嚴重的禍亂 那時候叫做夏虎烈喇 一個流行病 像這樣子的可以去停放屍體 或者是大規模的去做一些衛生宣導的空間 就會被官方徵用 所以這張照片是當時那種 要去愛家愛戶噴的那個消毒灑水車 在新舞台前面集結的時候 這是在後來的那個紀念寫真帖 紀念這一場疫情 然後就是官方出了一個寫真帖 就運用到這個新舞台的空間 我們可以看到它其實是非常多的木構造 然後去模仿台灣的廟宇 然後有些民居 然後去讓它呈現出 你在裡面看的表演的一個性質 它外顯出來的是一個 東方傳統的表演的空間 這個建築物非常受到台灣畫家的歡迎 包括像是尼蔣懷 然後像是陳直奇 很多人都畫過它 那現在也是整個從攝影作品 跟照片裡面看到它的原貌 台中有三家日本人經營的大型的電影院 那這一間叫做台中座 它在歷史上面留名 反而是因為後來在戰後 謝雪洪非常喜歡在這個地方做演講 然後以及包含再到更後來的二七部隊的集結 一開始都是同這個地方 開始跟郭富君對抗 戲院建築有一個命運 就是如果它一直被良好的運作的話 電影的宣傳會是這個建築物非常重要 要被呈現的部分 反而建築物本身會被包覆在裡面 那前幾年修復完成的新竹的國民戲院 也是可以看到現在呈現一個完整的 文化資產的樣貌 因為它把電影的那個掛布掛在旁邊 就是讓它建築外觀可以完整的被呈現出來 我覺得這方法還不錯 那以往就是直接在例面上面 因為當期要上檔的電影是最重要的宣傳 它其實可以看到是很典型的裝飾藝術風格 有一個很短暫的流行 在2023年代叫Art Deco的建築風格 這個是比較常運用在百貨公司 或者是像戲院這樣的娛樂的那種空間場所 也是另外一個Art Deco的經典代表作品 叫做《台中娛樂館》 它跟台中座其實非常的近 他們中間就是隔著有一個叫 《行企紀念館》的一個教育設施 這兩座都算是日本人經營 那等一下還會提到它是因為建築師 齋藤成次郎非常有名 他原本是台中地方銀善單位的建築技師 後來離開了官職之後 到了業界自己開業 然後開始去接案的時候 去做了很多 就算是在台中名流慶史的著名作品 日本時代其實也有電影海報 比較小張 就是前面做一個看板 或是掛一些布條 讓它的那個建築外觀 沒有被完全的遮蔽足 就是建築師的那種意象是可以被呈現的 那從鄭梅超老師畫的這個正面 看到它許多垂直的線條非常華麗 以及這張照片 微微地拍到側面的一個角度 你看到這個立體的造型 其實也會看到 裝飾藝術的特點就是在強調 正面非常的漂亮 側面沒有關係 沒有被 它不是重點的時候 它就會比較略過 比較不會有這麼多的 它不像古典的建築是面面俱到 每個地方都會精雕細琢 它就有點像是一個看板 有點像是一個卡片 前面你看到的那片是最漂亮的 旁邊可能就非常的樸素 也反映了建築電影院裡面的機能 它不太需要室外的光線 它就直接用牆板封住它的兩邊 台中還有有一間叫做樂舞台 這個樂舞台的建築物 在柳川的旁邊 所以算是一個臨河畔的一個空間 它是採用歷史主義的這種 三角三強 希臘三強那種古典的風格 它有一個故事 這張是台中的攝影家宇如記拍攝的 30年代台中吳家 非常有名的太平吳家 當時他們的少族人叫吳卵齊 非常喜歡聽京劇 他的文化認同是中國人 他是日本時代著名的士神 但是他就覺得他是一個華夏燕黃子孫這樣 所以樂舞台有的時候請那種京劇的戲班 他去聽然後去上廁所 回來的時候座位被坐走了 然後他就問說 這是我的座位 為什麼被你坐走 坐走他座位的人講說 座位上面有寫你的名字 然後有錢人就是任性 他就覺得我的座位竟然被坐走了 我要蓋一間戲院全部都寫我的名字 這就是有名的天外天的由來 聽起來有點傳奇 不過他當然綜合了很多的考量 包括他要在後火車站 台中的後火車站是台灣本島人居住的地方 前站就是現在所謂的舊中區 是日本人居住的地方 他要有一個文化的抗衡 包括這個樂舞台剛才的台中座娛樂館 都是在前站日本人經營的娛樂事業 他要在後站也要蓋一個台灣人的文化中心 所以他就請了剛才那個設計台中娛樂館的 齋成陳志郎 他現在已經就是退官了 他到了民間地開事務所 請齋成陳志郎去設計了一個 比娛樂館面積規模高度 全部都還要更大的版本的天外天劇場 為什麼叫天外天 聽起來也是蠻有傳故事性的 就是他蓋一個他花了巨資 蓋了一個比官房的建築都還要豪華的劇場 之後他就在想說要取什麼名字 他的女兒吳燕森是一個詩人 有去中國發展過 也是文化的素養非常高 他就跟他爸爸說你已經是人上人了 所以你蓋著劇場就叫天外天吧 非常可惜 聽說這裡面有請鹽水龍來做壁畫 然後因為文化認同的關係 他裡面的表演空間 牆上是畫藍地黃虎旗 台中文化協會會在這邊開會 就是林憲堂一些立社重要的幹部 他們常常會在這邊有各種聚會 有旋轉式的舞台 然後在戰爭時期其實官方都已經在宣傳說 要盡可能的讓自己的家家戶戶 晚上的燈火盡量的熄掉 白天也要做各式各樣的迷彩跟偽裝 因為美軍會來丟炸彈 他把他的屋頂漆成紅色的 他就是特別讓他更加的嫌疑 他就是說我是跟同伯伯站在一起的 就是在總督府底下也是允許有這樣的漢人士神 來穿搭他的文化認同 非常具有故事性的一個建築物 非常可惜 他後來因為產權歷經轉手 然後最後的產權人在周邊的都市開發 這種壓力之下還是決定說要把它拆除 所以從2014年開始啟動了他的保存運動 然後也歷經了中央政府的各種閣員的更換 然後有一些文化部長也非常支持他的保存 但是最後市長也是歷經了三任 然後到了今年的時候才開始拆除 拆到一半的時候其實非常具有戲劇性 這是台灣人的士神做出來這種比日本的劇場還要大的 盧修燕市長在現在的台中週廳修復的時候 他去參觀他覺得很像是羅馬的古蹟還是什麼 其實他應該來看看這邊 我們就覺得這裡蠻像是羅馬經濟場 會有鬥獸籃跑出來的 非常具戲劇效果 這是網路上的攝影家拍攝的 現在也是剛才過來的狀態 將來連周邊俯瞰的空照圖旁邊的這些建築物 就是會也一起被更新 這其實也反映了文化資產的生命史 他中間可能會歷經非常多不同的保存的爭議 比方說有當地人覺得不想要留 是因為他以前曾經做過風化區 那他在被拆掉之前其實他是當 因為火車站旁邊嘛 所以是出租摩托車的停車場 然後他上面還當過冷凍庫 就是出租冰箱的地方 然後還當過養歌廠 但是當過風化區這件事情 會被地方的老人家 當作是一種不堪回首的過去 這有一點像是新竹相當可惜的第六 就是六燃裡面曾經的寡婦樓 從我們保存的角度會去想說寡婦樓 有非常豐富的生命史 反映了太平洋戰爭到戰後 國共內戰的各種在新竹發生的故事 但是對於曾經在裡面生活過的後代 他們會覺得說有可能是有開發的需求 但是有另外一方面他們也會認為說 曾經的歷史對他們來說是一種無名或者是傷痛 那這個會加強或者是說 促進他們希望不要被保存的這件事情 其實建築本身是中性的 空間物質它記載故事一定是 它就是人類的故事 它一定會有正面會有負面 那好好畫畫的東西 我們去國外看到了許多 看起來很漂亮的皇宮 或者是那種驚人的世界遺產 一定也都是會有與之相較的 比較不堪問問的黑暗的 就是比較負面的歷史 但是如果你有一個場所可以去談論這個故事的話 它是可以呈現一個人類的複雜性 它有很多面向去可以探討 但當它如果變成這樣子的話 你還是可以講還是可以在文獻裡面講 還是可以在書本裡面 但是沒有一個場所讓你去體驗跟感受 那感覺是差滿多的 就是相當可惜這樣 這是在台北 如果各位有去台北 西門町非常有名的六號出口 外面曾經也有一個總督府的祭司 就是著名的聖山風之主 他幫民間設計了一間 非常少數台灣的 德國青年風格的一個戲院 叫新世界館 再後許多這種電影院 都被國民黨接手成為黨產 它就是現在這種角色影城非常著名的大樓 然後本島人地方的士生 他們為了跟不管是台中中區也好 或者是跟台北的城內的日本人抗衡 也都是會集資 或者是好幾個企業 就是聯合讓自己去新建出這種非常大型的 以前在太平町 延平北路曾經有過這個第一劇場 宜蘭座 我的時間應該快到了 雖然說還留下了一些做影片 可是也有一些時間看看是不是 有一些現場的老師或者是學生 如果想要提出什麼問題的話 或者是跟我有些麻煩執政我和他討論 好 那個非常謝謝林宗奎老師 今天非常精采的演講 我不知道同學平常有沒有在關注 網路上的一些建築社群 也許老師等一下可以列舉一兩個 有興趣的同學可以去找來看一看 台灣社會裡面是長期有一群人 他們是在很認真 在盯著我們社會裡面還留著的老房子的 那剛才老師講了這麼多 我們曾經有 然後又失去的這些房子 雖然他的口氣講得非常的豁達 可是聽了非常心痛 我相信那個今天看了這麼多的這些案例之後 回去再看我們的社區裡面 如果還留著這一些 不管是私人的建築或是公共建築 應該會有不一樣的眼睛去欣賞 他到底好在哪裡 那如果碰巧你們家也有這樣的一棟 希望可以做不一樣的規劃 好 那有沒有同學有那個問題要提出來 我們大概就開放一個問題好不好 沒有的話我想問老師一個問題 我們看到尤其是公共建築 他在本來的樣貌 在經過後來這麼長一段時間的歷史 其實這建築上面疊加了很多 本來不屬於他的東西 老師怎麼看這些疊加的東西 疊加的東西也有不同的時間 因為不同的需求 有的用很好的材質去做 有一些的疊加會很尊重原本的設計 讓他的新建跟真建是融為一體的 那有一些疊加是蠻臨時性的 就是很即時性的需求 那其實在文化資產的學者們的判斷 沒有標準答案 比方說我們面臨有一個房子 要修復回原貌的時候 文資委員自己會辯論什麼叫原貌 然後真建到哪一個時期的叫做原貌 還是要一剛開始蓋好那個才叫做原貌 那我覺得每一個案例都是個案 我的看法就是大原則判斷就是 如果那個真建是有意識的 就是他會去延續原本的那個作品 他的生命力他的使用的強度 或者是讓他變成一個更好的作品 這樣的真建是值得保存的 那有一些疊加如果只是一個很臨時性的任務 甚至他會造成 有一些常常是往上假的 他會對下面的結構造成壓迫的話 那為了留下原本的會 那就會去考量是不是真建的部分 未來是可以拆除的 有很多民宅 光是這個民宅上面的油漆 以前的日本房子 他們基本上是不上漆的 可是後來住的人 可能都有那個上漆的習慣 要不要刮掉 其實有很多很細緻的問題可以討論 實在是非常的精彩 非常謝謝林老師很精彩的演講 那由這個也可以看出 您投入非常多的心力 那剛剛我們看到了很多很精彩的民間 的案例 那可是的確民間的文化資產的保存 會碰到的就是開發的利益 跟家族的意見 那現在文資法已經有一些 比如說融機轉移這樣子的措施 所以是不是這個法令還不夠周延 那到底問題是出在哪裡 您的看法如何 有一個很結構性的問題是 台灣的房地產基本上 沒有太強而有力的控制 所以當地產的價值是文化資產的補償 追不上的時候 不管是融機轉移或者是各種補貼減稅 那經過計算機一算 如果我拆掉還是換了更多的話 那就還是比較難去說服屋主 所以其實補助什麼這些當然都盡可能的工具 能用的盡量讓屋主不要感覺到地益虧損太多 但是我始終認為文資的問題 不是只有文資法跟文資主管機關 單方面就能夠解決 它一定會牽涉到跟財政還有跟土地 還有跟台灣人的特有的繼承制度 它需要跟許多包括像內政部財政部 很多單位共同來一起去幫屋主找出一個 他們自己不會損失 然後同時也可以留下來的方法 只靠文資法一直不斷的修法 當然也還是要持續的修 把它修得更好 但是並沒有辦法解決根本的問題